五一小长假 许多市民选择短途乡村游 走进大自然感受田园风情 一大早不少游客来到青岛成阳渔村的沙滩上 大家挖隔离赏海景 玩得不亦乐乎 在江苏披州 30万亩国家银杏森林公园 吸引了大批游客 在湖北麻城 每天数千辆自驾车游客 前来欣赏杜鹃花 假日里 在安徽九华山和河南新乡保全景区 人们走进山林放松身心 感受一下大自然 这种方式积极它环保 同时也令我个人来回备无穷